111集 贤妃对薛珍和蔼了一些 隐约间记起 陛下好像也说过阵图的事情 只是稍稍提了一嘴 当时贤妃并没有在意 今日听薛珍一说 贤妃突然间想将阵图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回娘娘的话 我将萧欢带回京城 就是为了给娘娘窃取燕国功夫上的阵图 薛珍有自信能与贤妃先得到阵图 到时候画出来再将正品交给贤妃就好 当年宁心就是这么做的 薛珍不信她比不过宁心 燕国功夫二老爷 极有可能继承燕国功爵位 萧欢是她喜欢的女子 贤妃笑了 实质点了点薛珍 你这鬼丫头 就不怕萧欢做了事件 你脸面上无光 回娘娘 为了您和九皇子 我受点委屈 又算什么呢 薛珍谴媚地说道 您还能亏待我吗 你可有把握 让萧欢探听出阵图的消息 你在江南的形势 倒是让本宫很失望 娘娘 江南因为有宁心搅局 还牵扯到达子 大汉云泽 要不 我哪会让您受损失呢 薛珍为自己辩解 燕国功夫总不会还有宁心的出没 李明锐好像是燕国功的后人 薛珍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他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仔细想想 以宁心如今的地位 怎么都不会选李明锐 而且李明锐也活不到科举的时候 燕国功夫自然落不到李明锐的手中 怎么 你想到了什么 贤妃注意到薛珍的反常 我在想 怎么安排萧欢 接近燕国功二老爷 说过燕国功病逝 也请娘娘为他多说两句好话 让二房成绝 萧欢也能更快拿到阵途 贤妃想了想 萧欢陪二房是不是太委屈他了 娘娘 二房老爷身体极好 若是让萧欢去侍奉他的儿子 不知在等多长时间才能达成目的 薛珍压低声音 九皇子等不起 万一陛下 陛下虽然是疼爱九皇子 可是皇后身边也有七皇子的 本宫便把此事交给你 若是功成 你也别太委屈了萧欢 等他得到阵途 我自会安排他改嫁的 给他留一份天大的富贵 得到了贤妃娘娘的点头 薛珍处理萧欢更有把握 他俏皮的向贤妃眨了眨眼睛 笑盈盈的说道 过几日九皇子生辰 我送九皇子一份大礼 本宫就等昭容县主的大礼了 准保不让谢妃娘娘失望 薛珍对此很有信心 如果操作妥当 除了揽进风光外 没准还能从县主变为郡主 不是江南的事情拖累 不是宁心时不时地给他添乱 败坏他的名声 他早就是郡主了 贤妃对薛珍多了一分的期待 因此对薛珍亲密了一些 正同薛珍闲聊的时候 太监一声唱诺 陛下降临 楚秀宫 贤妃娘娘接驾 明皇寺的叫念 停在楚秀宫的门口 两旁随着预念的宫女内侍 低头沉浮 贤妃领着薛珍 跪伏在大殿门口 一席长服的皇帝 面带笑容地走进来 伸手搀扶起贤妃 略带责备的口吻 朕说过 不必在意足理 贤妃温润地笑着 礼不可费 皇上爱惜臣妾 臣妾便更不能让人非议陛下 就你小心 皇帝脸上的笑容重了几分 随性地坐下 贤妃亲自伺候他用茶 只有在爱妃这里 朕才觉得放松 臣妾只是尽力让陛下满意 臣妾只要见到陛下 怎样都好 薛珍 皇帝扬声问起 还跪在大殿门口的薛珍 他脸色的笑容淡了几分 起来 谢陛下 背后怎样暂且不论 薛珍绝不敢当着皇帝的面 叫皇帝舅舅 尤其在他江南惹下麻烦的情况下 皇帝舅舅就更不敢叫了 薛珍慢慢的起身 接到了贤妃的眼色 进宫拜爷娘娘 看娘娘和九皇子一切安康 臣妇心中欢喜 不敢耽搁娘娘同陛下 臣妇告退 贤妇的唇边多了一抹笑意 寒情默默地看着皇帝 好不容易同皇帝相处 薛珍在这儿太碍眼了 你先别急着走 朕今日收到三皇子的奏折 朕看后 身感震得皇子长大了 三皇子对江南的施政 有不少的建议 你刚从江南回来 朕有事问你 回陛下 臣妇再不敢妄言朝政 薛珍沉黄沉孔 垂下眼瞼盖 盖住眼底的疑惑 三皇子 一向老实低调到极致的三皇子 怎会突然上折子 还狠得陛下欣赏的折子 今生凌乱成这样 三皇子是如今的长子 生母是酒瓶之一 敬妃为是迟早的事情 虽然薛珍的嘴上提醒贤妃 小心三皇子 但实际上 薛珍从没把三皇子当回事 在情况未明 而且她在江南处事不顺的情况下 薛珍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她重新跪下 含泪叩拜 方才贤妃娘娘已经叫过我何为负德 我再不敢凭着小聪明 让陛下头痛了 江南的事情 我以为您可以询问江南总督其他人 同时宁三元的遗孤宁心 对江南也颇为熟悉 她曾经在江南通达子大汉云泽碰过面 堤坝也是她让人炸毁的 宁心 我听说天纵奇才的宁三元 给宁心留了很多书卷 有很多是关于江南的 提到了宁心 薛珍不由的添油加醋 小心翼翼地说道 据我相公说 似乎达子大汉云泽对宁心立眼相看 云泽冒着天大风险潜入江南 为的就是她 皇帝想了想 对云泽 朕了解 他依靠着其妻娘家的势力 稳住了数世死后的乱局 将来如何 朕不知 眼下她绝不敢为美色得罪其他大妃 陛下慎明 贤妃在一旁笑道 达子的动向瞒不过陛下 循择不过一个跳梁小丑 依靠妻子才有今日的捍卫 他哪里算得上顶天立地的男人 同民间的坠续又有何不同 陛下对他手道擒来 皇帝大笑起来 傲慢霸道之气十足 云泽不足为惧 然他不向爱妃所言的 敖絮 等朕处理了余下三位护国王爷后 魏军北上 彻底荡平达子 臣妃预祝陛下凯旋 您的鹦鹉将同开国先祖并列 爱妃呀 朕如今还比不得先祖 陛下在臣妾眼中 是最出色的帝王 贤妃的目光有崇拜 亦有能揉出水来的柔情 皇帝握住贤妃的手腕 扶着他 爱妃懂真 只有爱妃 你懂得真 薛贞的心里微气波澜 如果不是无双郡主 皇帝此时 底气也不会这么充足 上辈子 皇帝被贤妃和王继玉 联手干掉 这辈子 贤妃依然走在 干掉皇帝的路上 无知的人真是可悲 皇帝的皇子 除了登上皇位的九皇子之外 其余的都得死在她的眼前 是王继玉亲手宰掉的 皇帝到此才明白 真正爱她的女人是谁 宁心此人 爱妃 待朕见见 皇上 宁心同常乐公主 极为要好 她去江南 常乐又是送随从侍卫 又是送银子 臣妾并非不想为陛下分忧 此事若是被常乐知道了 又该埋怨臣妾了 贤妃给常乐上了一贴眼药 挨碗地说道 臣妾真心将常乐当成女儿疼惜 臣妾不想她误会 况且 见忠烈遗孤 还是让皇后娘娘召见她为好 臣妾 只想伺候陛下 贤妃在皇帝的耳边轻言轻语 明艳的脸庞扯出了一把娇羞 三十多岁的贤妃保养得极好 看上去 恍若二十五六岁正当女子最好的时候 贤妃既有成熟女子的风韵 又有少女的娇羞绵点 既有贵妇的端庞 又有妇人独特的风骚 紧致的衣裙勾勒出贤妃 妖娆丰满的身段 苏兄挺拔 似要破烟而出 腰枝 平平有着不可迎卧的纤细 不得不说 皇帝对她着迷 不是没有原因的 难为爱妃体量常乐 好了 朕医你 命皇后召见宁心 皇上医了贤妃 贤妃不要的恩赏给了皇后 皇后知道后得多郁闷呢 薛真眯了眯眼睛 以皇后的性格 召见时也不见得会给宁心好脸色看 常乐公主和宁心之间 必然会存有疙瘩 到时贤妃是拉拢宁心 还是落井下石 处置起来游刃有余 最为重要的是 贤妃得了皇帝的宠爱 听贤妃娘娘所言 她只想陪着皇帝 无心皇权朝臣 以皇帝为天 皇帝会对贤妃放心一些 九儿醒了 臣妾抱她来给陛下看看 朕随爱妃 去看看九皇子 皇帝撇下了薛真 撇下了江南的事情 专心同贤妃逗弄九皇子 爱子之情异于言表 薛真悄悄地退出了楚秀宫 贤妃这座靠山 看起来地位很稳固 旁人越是说贤妃不好 皇帝越是宠爱 不过三皇子 他这是作死的节奏 贤妃绝不允许 皇帝的目光落在 除了九皇子之外的 任何一位皇子身上 三皇子不过就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 薛真步行走出了皇宫 向慈宁宫的方向看了一眼 刚好在拐角处 看到三皇子身边的内侍 宪主要去慈宁宫 太后娘娘现在可没功夫见我 薛真有很多的事情要安排 没空同只知道 归缩在慈宁宫的太后见面 今生已经改变了很多 比如早应该过去的 成了公主并没有死 比如三皇子发愤图强 薛真不希望 太后娘娘也有所改变 太后还是念经念到死得好 上辈子太后忽略薛真 不敢为她做主报仇 重申后的薛真又怎能忘记 慈宁宫中 太后让人赏赐且送走了 窦得自己喜言笑开的三皇子 太后唇边的笑容逐渐隐去 目光深忧且冷冽 哀家建议 尽三皇子的生母为妃 你看如何 伺候太后的老公女低声道 皇上会答应的 只不过三皇子可就 嗯 哀家心疼孙儿 可更心疼皇帝和其余的孙子 在皇家 没有能耐的人死了也就死了 用他试探出贤妃的身前 也可让哀家的笨蛋儿子清醒清醒 哀家以前没想到三皇子 可他既然跳出来想争 不想再做太平皇子 他也就不能怪对手心狠手辣 哀家看他背后有高人指点 许是能撑一阵子 主子圣明 他称得越久 越有可能剥下贤妃的面具 太后眷戴得和眼 长叹一声没有再说话 宁家 举办茶花会的当天 宁家府门口宾客迎门 人声鼎沸 无论是薰贵还是仲臣 都很给宁心面子 派遣了夫人和重量级的太夫人到访 也有几位大人物到来 他们多是奔着晋国公和广宁猴来的 不是只有宁心想到 用这种方法解决晋国公和广宁猴 第一个坐的人 府里差一点被这两位给拆了 他俩碰到一起 只动嘴已经说明不了两人的恩怨了 到达宁家的宾客 首先找到一些熟悉的人相互询问着 晋国公和广宁猴打起来吗 兄台 他们还没到 你还有机会看热闹 哎哟 那就是宁三元的女儿啊 宁心陪着宁老太太招呼客人 因为大唐民风相对开放 宁家又没有男丁 宁心将男女的宴席摆在了一起 不仅仅命妇们能看到宁心 来此的名门公子和大人物 也能看到略带娇弱 却偏偏穿了银红衣裙的宁心 他举止风流 谈吐风雅 笑容甜美 宁心的表现出乎很多宾客的意料 萧欢拿着长公主的请帖站在门口 知客的下人拦住萧欢 小姐有吩咐 您不得入内 等候在后面的人眼里闪过亮光 宁心在江南的事情传开后 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恩怨 我同宁心认识的 如今我是长公主的义女 连宁家门都进不得 你去同宁心说 他会明白我是谁 知客下人躬身道 那你稍等 萧欢就不信宁心敢不让他进门 名门世家讲究的最是脸面 哪怕是心里恶心的不行 一样会让他进门 宁心要是想在京城打开名头的话 就不能太亏欠了萧欢 萧欢也想着 借着这个宴会混出个好名声 宁心若是看到自己在茶花会上扬名后 他得多呕血啊 他实在是太期待宁心生气的样子了 宁府门前的宾客如云 一相避影 大多的名门望族家的贵妇贵女 也不可能被萧欢堵在门口 除了有心看热闹的外 大多数宾客地上请柬就直接被请进了门 路过萧欢身边时 他们挂在唇边的笑意 让萧欢很不舒服 是嘲笑他吗 还是认为他在自取其辱 萧欢挺直了腰杆 威扬着下颚 你们高傲 我比你们更高傲 萧欢一遍遍地默念 我是长公主的女儿 身上流淌着天下最尊贵的血脉 任何瞧不起我的人 都是羡慕嫉妒加上恨 有一对母女路过萧欢身边 女儿敲声问道 娘 不看吗 那名母亲端庄显雅地一笑 扶着女儿向宁府里面走去 她训斥女儿的声音 飘进了刚刚自我催眠成功的萧欢耳中 哎呦 要看也得看宁小姐 你看个恬不知耻的蠢货 有什么意思 看她怎么倒霉吗 女儿啊 世上永远不乏 自以为是的蠢货 你看她怎么愚蠢 你就不会有进步的 嗯 也是 进国公和广宁侯才是重头戏 还有几位太夫人 娘 我会好好偷宁小姐学的 母女两人绕过了隐蔽墙 萧欢的嘴角抽动 谁是蠢货 有心上前拦住他们 可萧欢现在根本进不去门啊 宁心是她天生的冤家对头 方才那两人一准是巴结宁心的 因此才会这么轻视她 跟宁心学能学出什么好来 刁钻 任性 跋扈 张扬 萧欢随意地瞄了一眼 方才他们母女地上的请柬 什么 天官夫人 萧欢的脸色一下子白上了几分 竟然是立部尚书的夫人和爱女 大唐实行内阁六部体制 革晨大学士的地位虽然尊崇 唯一能同内阁革晨 白白手腕的就是六部之首 掌管天下官员前途的天官了 而且天官大多会入阁 立部尚书好像在等赐府的位置 排名太靠后的革晨大学士 立部天官根本看不上 宁心连天官这样地位的人都请得动 萧欢的眼里划过浓重的恨意和嫉妒 凭什么 宁心凭什么这么风光 如果她还是宁三元的长女 又有嫡亲兄弟在宁家的风光无限 都是她的 她才是宁三元的继承人